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太阳能充电逆变板 它的蓄电池电压是24V的 这个端子是太阳能电池板的负极 这个端子是充电电池的正极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正极 这个是充电的积电器 也就是说当正常工作的时候 这个积电器吸盒给逆变电路提供一个电压 是24V的正电压 然后逆变电路正常工作 升压通过这两个接线柱 这两个接线柱 接了一个逆变的变压器 然后在变压器的次级升压以后输出220V 经这个电流检测的线圈 然后反馈回来电流的大小 然后经这端有运放 我卸下来了两个运放 经运放检测这个电流以后 给MCU 这个位置有个MCU 给MCU提供一个检测的信号 这个位置是一个低压电源部分 它用的芯片是UCC3844 它是把这个24V的电瓶电压 变成了一组是21V 一组是给这个3844供电的 还有通过7815输出一个15V 然后再经7805输出一个5V 这个5V是给MCU供电的 这一部分就是逆变部分 这个位置有一个热敏电阻是NTC的 当温度过高的时候 加到MCU的21角进行过热保护 这一部分是通过两个运放检测 通电电流 逆变电流 输出电流 还有电瓶电压 经这个位置 然后经这个电阻 线流 然后经这个电阻分压以后 通过这个电阻 加到MCU 一个2.1V的电压 来检测电瓶电压的高低 另外这一部分通过输出 这是一个输出的电杆 然后通这反馈 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整流桥 我们看前面有几个线流电阻 然后经整流桥整流以后 经这个电容滤波 然后又经线流电阻和分压电阻 然后通过这个位置 给MCU的三角提供一个电压 也就是说 它的输出电压 直接反映在这个电压的点上 然后加到MCU上 MCU就控制输出的占控比 从而控制了输出的 逆变电压的高低 好下面我们看看逆变部分 这个是逆变部分的电抗器 它与输出的升压变压器串联 那么升压变压器呢 一个引脚接这儿 一个引脚接这儿 那么前面用了两个驱动芯片 是IR2110 那么是通过我们这个MCU输出的四路信号 然后加到这两个芯片上 然后经这两个芯片 带动这两个管是一对 是一组 然后这两个管是一组 这四个管是一对 那么同样的 这个也是 也就是说是八个管 那么组成了一个H桥 然后带动我们的变压器进行输出 变压器经逆变以后输出的220伏电压 零线通过这个电流检测线圈 加到我们这个运放来进行检测 火线是通过这个电杆 然后呢通过这个位置 然后输出 除了这个逆变生压部分 它还有一个充电部分 充电部分是这两个管 这两个 一个是整流管 一个是长管 那么它是太阳能板的正极电压 输入到这个蓄电池的正极端子上 经电池加到这个负极端子 因为我们知道它充电的时候正极 然后通过电池的正极 然后加到这个负极端子 然后经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然后加到我们这个整流的二极管 然后经二极管的正极 然后负极输出 加到我们这个长管的漏极 然后这个长管的三极 驱动信号呢 是经这几个管进行整形的 当然是MCU输出的驱动信号 加到长管的三极 这个长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并且通过MCU控制它的电流大小 然后进行一个脉冲充电 它工作在开关状态 另外MCU还输出一路信号 是通过一个引脚 当低压电源正常工作以后 MCU正常工作 然后呢 驱动我们这个位置有个三极管 这个三极管是驱动这个寄电器的 当寄电器得电吸合以后 24伏的正电压 加到这个逆变版的功率管的漏极 然后先通过这两个电容滤波 加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这个开关管 工作在IQ桥状态 然后在逆变声压变压器 初级产生胶变的电流 感应给次级产生胶变的电压 输出220伏交流电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